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胖,这视频来看一下大版本更新后的几个忍者调整情况 先来说牵手斐尖,这个忍者主要是二技能水龙卷的吸附伤害削弱 现在的吸附效果大家可以直观的感受出来,确实小了不少,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吸附 说实话,之前的吸附范围确实有点离谱 还有就是伤害数值降了差不多至少十几万,这个降低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在某些场景下,还是会触发直接撞飞的效果 建议先二技能命中打出多段攻击后,再点普攻追加水龙卷 然后来说一下会读解班,先来看削弱前的一技能范围 然后你再对比一下削弱后的范围就明显感觉到差异 不过好在这个火的持续时间还在,只是范围和CD时间削弱了,前摇也没变化 二技能木龙之术主要是前摇和控制下落的范围变动 还有就是下落后无法立刻移动取消后摇 其实这个技能的效果更多的时候是替身后追正拿先手 前摇的变化可能在换技能方面会吃亏,容易被打断 不过只要你释放出来,后面的木龙就算脱手,被打断了也能互换一波 至于这个下落的控制范围却是小了一些 但在比较极限的距离测试还是感觉不弱 一斗的1.5秒霸底股价变成了1秒的隔档3次 CD时间也加到了5秒 比较直接的影响就是不能在短时间里顶过多段攻击了 只能是防御段数比较少的攻击 但你可以在防御的同时释放其他技能 留个二技能木龙飞出去也可以 总的来说,会读解班的改动感觉强度依然不低 可以直接在视野外直接冲过来拿先手 但你现在看到对方的位置都未必能够命中 切断的无敌,我测试下来感觉双刃切换形态无敌这还行 单刃滑动到普攻切换形态的无敌会偏小一些 在改动之前,这两个切换形态都可以在近身躲掉白面具的一技能 改动后双刃切换没啥问题,单刃切换基本成功不了 再一个就是切换了形态后想要顶密卷和通灵 基本无法在多段攻击里面实现了,后摇很容易就被抓到了 相较于会读解班的改动和整体表现,这个波纹转常常的削弱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 再来说换形态中卡卡西,这个人家主要是土流币和水真币的组合剂伤害变化 原来组合剂差不多是80万,改动后只有50多万了 双土流币加水真币之前有150万,现在只有100万了 所以这个降低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加强的地方就水真币多了减速,冲能cd从10秒降到了9秒 新追又是一技能前腰的减少,可以看到无论是短暗和长暗,前腰都有明显的变效 而且这个前腰的变化也让这个人家有了新的特性,那就是奥义阶级能 我在联系上测试了几次,成功率很高,后面实战再看看 二技能主要是短暗后可以更快的移动,长暗因为有一个防反的过程 还是需要等技能效果结束后才能移动 元气下之卡卡西前腰减少后,手感终于是好起来了 而且二技能划传到普攻的防反效果也可以更早出发 搭配上减少后的前腰,你这个防反的成功率也会提升不少 二技能二段持续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使用留个二段再起手 经过这一轮的调整,元气下之卡卡西会更好用一些 最后再说一下这个重做的影分身秘卷,原来是31秒CD,改动后是18秒CD 释放了以后会向后方位移一段距离,感觉像是一个反向的时空间 只是没有外轴,但有一定的分身停留时间 那这个秘卷是不是可以搭配接下来上架的忍战雷影主动释放秘卷,触发截击 最后还有一个痛灵贝壳的打击效果优化 之前的忍战态图在贝壳命中后可以点击二技能释放神威 在改动后就没办法释放了 以上就是本次打扮我更新的内容,忍者的改动后面可以通过实战再来体验感受一下 今天视频道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